嗨 大家好 我是百合花媽 印百合花花粉絲的要求 教導配配珠 首先要兩個紅色的長條 後面要留一個半拳頭不要打氣 然後一個愛心粉紅色 不要打太大喔 然後打好以後呢 給它捏往其中一個耳朵 讓它只剩下一個耳朵 好 這樣子準備著 然後開始喔 好 打氣的地方開始 握住喔 好 一個手指頭的寬度 開始轉三圈 然後兩個手指頭的寬度 做耳結喔 兩邊都要做 然後身體五個手指頭上來 好 開始做 然後這兩根其中一根圓環 四個手指頭 一個 兩個 好 三個 轉三個圓環喔 像做花瓣一樣 好 然後把另外一根 往上到耳結的地方 轉三圈 好 再往下 好 在下面 柔環的地方 好 轉三圈 然後把它們轉在一起 留一根 留一根 剪下來 剪下來要做那個佩佩豬的 因為一根剪下來喔 剪下來要做佩佩豬的 蝴蝶剪 然後把 它的頭 拿起來 拿起來 也上來喔 做蝴蝶結喔 剩下這個做蝴蝶結 把它打起來 剛剛應該先打結 我的手就不用一直握著 好 先做兩個單套 兩個 依一個手指團的單套就可以了 然後把蝴蝶結 放得很 可以拿另外一根 新的做蝴蝶結 就不用這麼堅滿 拉住它的這個耳朵 耳朵很拉住喔 然後蝴蝶結擺上來 用耳朵去繞蝴蝶結 一圈兩圈 三圈 大部分都要繞三圈 好 放掉以後把它調好 OK 接下來夢夢畫畫 嗯 嗨 經過夢夢的 畫畫之後 佩佩豬完成 佩佩豬也可以穿裙子喔 如果在教導的過程有問題 都可以直接來現場找花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留言 掰掰囉